矿物质密度是骨骼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可以用以预测未来骨折发生的一个风险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症 临床诊断疾病程度评估的量化指标 那么由于骨密度降低造成的骨质疏松 主要以疼痛为代表 伴随体型的改变 比如急速变形 身高变矮 驼背等等 同时会伴有脆性的骨折心理异常的疾病 2016年的一项惠岁分析表明 中国60岁以上的人群 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36% 男性约为23% 女性约为49% 到2020年 我国骨质疏松症患者人数将达到2.86亿人 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疾病